星辰的海滩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20名青春美少女从沙滩上苏醒过来 她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带着一个心形景环 众人环顾四周以后发现这里是一座孤岛 海边也没有能够离开的船 所有人顿时恐慌起来 通过这20个姑娘们自我介绍 我们了解到 这群女孩都是来自日本各种小天团的演员 她们无不例外地怀揣着成为大明星的梦想 报名参加这档名为灰姑娘们的生存游戏 据悉这次游戏的胜利者 将会签约艺人公司 由她们进行包装 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只不过这群女孩没想到 会是以这种方式参加游戏 正当众人谈论脖子上的景环是什么时 主办方眼镜哥带着两个手下来到现场 一脸吟笑地做着自我介绍 然后宣布灰姑娘游戏规则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卡牌对战游戏 玩家需要找到主办方 藏在小岛各个地方的卡牌 等女孩们找到以后 就回到沙滩进行对战 输的人将会被杀死 直到剩下最后一名 这时一个罗莉听完如此残酷的游戏规则 转身想要离开 可下一秒 爱心景环就刺出毒针 罗莉瞬间倒在了沙滩上 这样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眼 眼镜哥则十分淡定地 继续介绍着卡牌的对战规则 一共有三种卡牌 分别是王子 继母 魔女 其中王子胜继母 继母胜魔女 魔女胜王子 等到晚上对决时 女孩们只需要从收集到的卡中选择一张 放置到台子上 翻开卡 胜过对手的卡就可以存活下来 反之则为毒针刺死 防止有人找不到卡牌 眼镜哥还为每人准备一块手机 上面有卡牌的大体位置 紧跟着他还表示游戏中 有三张特殊卡牌 不过需要根据特定情况 用得到的点数来购买 游戏正式开始前 眼镜哥告诉女孩们 过程中要是有人使用暴力 或者出现别的违反规则的行为 会当场失去比赛的资格 随着发令枪的响起 姑娘们像疯了一样 跑向周围的树林中 开始搜集卡牌 而我们的女主小花也在其中 之所以报名参加这场游戏 是因为她听自己的姐姐说过 只要从这场游戏中走出去 就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 可惜小花的姐姐 最后没能活着回来 但小花却想要试一试 游戏第一天 小花选择跟自己同组合的 小姐妹辩子姐 一起行动寻找卡牌 经过不懈努力 她们成功找到一张继母卡牌 就在这时 远处有两个小姑娘 为争夺一张卡牌打了起来 小花上前劝架 却被一把推开 接着身穿黄裙子的妹子 把另一个女孩压在身下揉搓 结果下一秒 她的爱心景环亮起 当场领了盒饭 很显然 她的暴力行为违反了游戏规则 随着黄裙妹子的死 所有人瞬间老实起来 经此一事 小花也跟被打的姑娘可爱姐 成了好朋友 两人开始一起找卡 小花好像完全忘了 自己跟辫子姐是一伙的 女孩之间的感情真是塑料啊 到了晚上 小花搜集了三张卡牌 可爱姐同样也是三张 出于信任 小花拿出来给可爱姐看 没想到 对方却给她上了一课 直接把卡牌夺去跑了 就这样小花绝望地往后走 途中遇到辫子姐 她刚要开口说明情况 就听到大喇叭里传来眼镜歌的声音 声称可以用点数购买特殊卡的姑娘 请迅速购买 小花听完拿出手机一看 发现自己的点数增加了 刚好购买几张特殊卡 她有些诧异 点数怎么会增加呢 辫子姐解释道 可能是小花遇到了什么特殊情况 当天晚上 眼镜歌通过抓号码球的方式 给姑娘们随机匹配对手 其料小花居然碰上了可爱姐 手上没有卡牌的小花 只能不停地出南瓜马车的特殊卡牌 在这里简单提一嘴 特殊卡牌一共有三张 第一张南瓜马车的作用是强制平局 第二张12点钟的作用是无效化南瓜马车 第三张水晶鞋的作用是无敌卡 可以对付任何牌 只不过这个牌需要的点数太高 一般人买不起 因为小花一直出南瓜马车 把可爱姐手上的牌全部抵消掉 最终手中没有牌的可爱姐输了 当场被独针刺死 也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获胜的小花 被工作人员带到后方房间休息 其余人则游戏继续 最终经过一轮厮杀 辫子姐也成功存活了下来 等到第二天 沙滩上只剩下九个人 为了活下去 小花拼命找卡 好不容易发现一张 结果另一名女孩短发妹 也看见了这张卡牌 小花一个剑步冲上前率先拿到卡牌 却不想脚下一滑 要滚落山坡 多亏短发妹及时出手 把她拉了上来 事后短发妹索要报仇 把那张卡牌要了过去 无奈小花只能继续寻找别的卡牌 另一边 存活下来的36第一 俗称哈利波特大妹子 找到眼镜哥想走后门 希望以出卖肉体的方式 获取一张水晶鞋卡牌 毕竟哈利波特大妹子之前 在谋求工作时 就是这么干的 不曾想这次居然失算了 眼镜哥连看都没看 直接将其赶走 哈利波特大妹子也不想想 眼镜哥干这种工作 能经受不住诱惑 而此时小花在寻找卡牌的途中 遇到一位晕倒在地的独眼女 她急忙上前救助 没想到对方醒来后并不领情 还以为小花救她是为了卡牌 小花对此大为不解 明明自己是好心 咋就成了驴肝肺呢 辫子姐在海边山洞 寻找卡牌时 遇到了手持棍棒的 哈利波特大妹子 看到这里没有监控系统 便心生胆念想要抢卡 不料下一秒爱心景欢亮起 接着就领了盒饭 原来小岛上的每个地方都有监控 不管在哪 哈利波特大妹子死后 辫子姐拿走了她身上的卡牌 时间一晃 来到了晚上的对战 辫子姐第一个登场 凭借一张魔女牌赢下了对手 紧跟着独眼女和女孩梁下胜出 最后轮到小花和短发妹对决 手握几张南瓜牌的小花 顺利把短发妹手中的牌抵消掉 很快双方手里只剩下一张牌 随着卡牌翻开 短发妹脖子上的景欢亮起归了膝 而小花则有心无险地挺到了下一轮 看见这么多人死得不明不白 小花开始怀疑来参加这场游戏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选择 心里越想越害怕 甚至一度出现幻觉 看到姐姐的身影 即便如此 小花也只能坚持下去 毕竟开工没有回头键 时间来到游戏的第三天 此时沙滩上只剩下四个人 游戏开始以后 小花发现凉下的精神状态不对 走路都有些量抢 游戏发展到现在 谁也顾不上谁 只能赶紧找卡保命 可为了活到下一轮 小花选择跟辫子姐合作 幸运的是 两人无意间找到了一堆卡牌 只不过其中还掺杂着空的 正当他们不停寻找之时 独眼女突然从身后出现 想要抢卡牌 辫子姐急忙上前阻止 不小心把独眼女脸上的纱布撕下来 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对方恼羞成怒 想要夺回纱布 辫子姐就是不给她 掉头就跑 结果被独眼女追上扑倒在地 就在双方争夺过程中 眼镜哥通过监控 误以为独眼女是用暴力破坏规则 强行开启 她脖子上的爱心警环 纵洗领了盒饭 小花对此却看傻了眼 只有辫子姐相对比较冷静 她始终认为 要想人前显贵 必先人后受罪 事到如今 这场生存游戏还剩下三个人 现在朋友已经做不成了 随后辫子姐和小花 将手中的排一分 等着晚上的最终对决 谁曾想 在回去的路上 两人遇到了梁夏 此刻对方的精神状态 已经濒临崩溃 一把抢下他们的卡牌 跑到悬崖边 大喊着 怎么会有这么惨绝人寰的游戏 说完 就把卡牌扔下悬崖 紧接着 她也选择跳崖自尽 此时小花的圣母心突然爆发 一个箭步冲上前 抓住了梁夏 小花急忙让辫子姐过来帮忙 起料 话音刚落 身后就传来一股推力 小花和梁夏一起跌落悬崖 辫子姐真是个心机表 殊不知小花并没有死 大难不死的她 亮腔着回到对战场 却看到辫子姐被处死的一幕 小花大为不解 毕竟刚才的胜利者 只剩下辫子姐一人 这时眼镜哥给出解释 其实辫子姐去年就参加了这个游戏 最后还赢了小花的姐姐大花 成为了最终的赢家 今年没有人气的她 居然又来参加 这让眼镜哥背后的客户很是不满 所以强行送她归了戏 事情发展到这里 眼镜哥还说出手机上的点数 其实点数的增加 主要是来自于客户的喜爱程度 说白了小花能活到现在并不是巧合 是背后的客户有意为之 至于喜爱小花的原因 我个人分析 她不会为了胜利而选择去杀人 永远保持那份纯真 那么到了现在 是不是意味着小花 就是最终的胜利者呢 然而并不是 眼镜哥当场宣布开启最终对决 花音刚落 大花突然从背后出现 原来大花并没有死 她也受到客户的喜爱 获得了一张免死牌 现在客户想看到姐妹俩之间的对决 姐妹俩见面并没有表现得很亲热 反而有种仇人相见的感觉 站到对决台上 小花购买了一张特殊卡 她也只有这一张卡 大花握着满手的牌激动不已 深思熟虑后 把一张卡牌放了上去 谁知小花一翻开牌 大花当场傻了眼 妹妹居然是一张战胜一切的水晶鞋卡牌 而大花也终于意识到 他们这些人就像是工人观赏的小丑 无论怎么努力 只要得不到客户的喜欢 终究都逃不过死亡的命运 影片最后 收到客户喜欢的小花成为胜利者 并且杀死了自己姐姐 即将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 小花脸上露出了一抹邪魅的笑容 很明显 她也在这场渴望成名的游戏中 迷失了自我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片名《灰姑娘游戏》 是一部上映于2016年的悬疑惊悚电影 虽然讽刺选秀这个思路有些老套 但是一切游戏规则 都不如金主的喜好重要 这个观点还算有点心意 可惜为此牺牲剧情的合理性 也是有些得不偿失 最终导致平分过地